鲜肉军团第五弹 今天这两位都是世界纪录保持人 来自罗马尼亚的David Popovich 今年17岁 擅长自由市 去年的东京奥运 是他首次参加奥运会 并成功打进100公尺 和200公尺自由市项目的决赛 虽然他最后未能夺牌 但已经是众所瞩目的星星 今年他果然不负众望 他先在6月的市井赛 拿下100公尺和200公尺自由市的金牌 随即又在8月的欧洲游泳锦标赛 以46秒86的成绩 成为100公尺自由市项目的 新的世界纪录保持人 另一位来自瑞典 现年22岁的Amand Duplantis 则是在撑杆跳项目独把一方 去年他在东京奥运就已经没有对手 成功拿下金牌 今年他的对手是自己 他在7月的世界田径锦标赛 成功打破自己所保持的世界纪录 以6.21公尺拿下金牌 写下新的世界纪录 现场的观众都爱他 因为他总不另于和观众分享他成功时的喜悦 以上这两位 你会选哪一位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你的收看 下支影片再见 下支影片